在排练的时候 领导专门跟我们说 我们演的是一个 北京小院的事 别说方言 别说你们家乡话 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我经常 有些时候一着急 会说我们东北话 结果那天 我跟杨磊姐 我们俩有一场戏 第一句话 这个亲自俩字 就把舌头给咬了 你亲自 给水大爷 饱的 就开始了 人在一着急的时候 就开始说这个家乡话了 从此就一发不回 亲自给水大爷煮的 亲自给水大爷送过来 你怎么不亲自为他吃呢 但我觉得真的 也挺有意思的 就翻过头来 当一个笑话来说 也说明这个戏 大家排练的时候 是很紧张的 那杨老师 您觉得这演喜剧 跟您这演证剧 有什么不一样 喜剧的难度更大 对一个演员来说 喜剧其实要求演员 要更加更加高度地认真 我还是比较注重人物 我觉得人物 他如果有个好的故事 有这个剧情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不用考虑包袱 他该想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 我一直是很留恋话剧舞台 对这个舞台 我一直也有一颗敬畏的心 话剧舞台是最磨练演员的 一个演员 其实特别特别要珍惜 在话剧舞台上这种机会 这个不是说 每个演员都能有这样的机会 让你去能够锻炼 能够锤炼自己 在两个小时之内 让你完成一个角色的塑造 难度相当高 李丁 你听了杨磊老师 对于艺术的见解 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现在特别害怕 你问我问题 那个傅强老师 你觉得想说点什么吗 我完全同意杨磊老师说的 我也完全同意杨磊老师 我说的什么 就是要认真 我的感觉是什么 在相声剧表演的时候 需要把节奏 比演话剧要快一点 然后对人物的判断反应 也比演话剧稍微要快一点 然后在可以出效果的地儿 但是不能硬出 给他稍微地点一点 说实话 我觉得有点意外的是跟水老二 因为他演我亲家 这次我跟他搭戏 确实有一点全新的感觉 他的那种演法吧 不是特别演员 你明白吗 演员 就是不是演员 刚才他是杂褂的 我们这杂褂都习惯了 他使的是包袱刚才 这是个包袱 而且我们王团 有一个特点什么呢 这就实话实说 个子确实矮 你知道吧 然后他还给自己 设计了一个动作 你知道吗 他在台上的时候 他要把自己的衣服 露到这儿 露着 大胖肚子 肚琴和那个坠肉 全都鼓出来 别醒了 他还老搓尼 有一场戏 给我乐得不行 就是他跟我吵架 你知道吗 吵完架 就是你这城里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得了什么 最后走的时候 把那尼弹给我 送尼有没有补充啊 他说得非常非常好 这个郭岳演戏很调皮的 跟他演对手戏的呢 他丈夫是一个秃子 没头发 富强呢 没多少头发 这随了二也没什么头发 没多少头发 只要是光倒在他 他就打 一会儿 给这一下 他在一行之内 一会儿再 打一句 谁打头了是谁的 郭岳总是先用手 打下来就说 是郭岳老师 您唱一个 郭岳老师最经典的 就是他准打一个地方 一点不再跑偏的 这个孩子没想 我排了一个多月 我现在这个地方 已经没头发了 我觉得这是剧情使然 他不是故意打人家 所以说调皮啊 有这种松弛 非常棒 让千惠多说几句吧 我呢是一个外来人 然后来到这里 代表的可能是一股 清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 那你觉得 就这些老师里面 你最反感谁呢 你这不挑事吗 我最反感你 我没有在这些老师里面 你看聊了这么多 我们一方面觉得 这个戏非常出色 而且另一方面呢 他们对艺术这种 精力求精的这种 认真的态度 可能一代代传承 造就了我们这样一个 国家队级别的团体 最后啊 再问洪坤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戏最后成功了 是您高兴 还是我们的男一号 郑建老师更高兴 我觉得一个戏 肯定是郑建老师最高兴 把一部大戏 扎扎实实得到 观众的认可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这是无上荣光的一件事 那这戏 这戏没法演了 就让郑建老师自己演 好 这拍摄可以吗 这包 吃包吃包 没错 林建光你成功了 来 咱进个掌吧 先听着 我首先感谢 邱英俊这种挑拨离剑 这个我认为 我们演完了 全体演员能让我们观众最高兴 这是我们才能高兴 好 谢谢大家